弹头倒黄源和五挡路飞表现积极开 四挡路飞跟黄源完全是被碾压 过了几招基本上打不到黄源 结果黄源反过了一个光速踢 直接把四挡路飞给踢飞了 五挡路飞一回来 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跟黄源基本上是五五开的局面 你倒我也倒 你不行我也不行 但是五挡路飞补完一次血 再回来的时候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面对大将黄源 五老星妥协 直接把两个人变成了顶 直接把大将黄源就甩了出去 在这场弹头倒的大战之中 综合上来说 四黄路飞其实已经完全超过了大将黄源 当然黄源还是有放手的嫌疑 这个我必须强调 虽然大家都说我偏向黄源 很多人都说我是降吹 其实根本不是的 你看一下我整个视频里面 吹四黄多还是吹大将多 肯定是吹四黄多的 但是大将的实力不能小视 尤其是原色大将 但是在弹头的表现 尤其到后期 黄源已经跟不上路飞了 无挡路飞 极致的主角展现了 吹四黄拿路飞也没有办法 其实 当然水星是个位置因素 但单就黄源和路飞的战力表现来说 五挡路飞和大将黄源 在弹头倒上 六四开 五挡路飞要强势很多 五挡路飞